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内幕节目 我是宇童 谁也没有想到 被毛泽东大家赞赏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的革命功臣彭德怀 突然变成反党集团头子 成了专政对象 在最后的日子里 竟是如此的悲惨和凄凉 彭德怀出生于1898年 早年曾加入国民革命军 参加过北伐战争 显露出他英勇善战的特点 但是在1928年 他竟然被鼓动加入了中共 不久他发动了平江暴动 失败后率领禅部退守农村 成为中共红三军团的指挥员 在中共宣传的所谓长征 实则是北上逃亡期间 他曾以三千禅兵救过毛泽东 使毛泽东摆脱了张国焘的挟持 从而为毛泽东所倚重 因为是救命恩人 毛泽东的心里当然感激 于是毛泽东挥毫正师 曰山高路险勾身 大军纵横奔驰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然而谁也想不到 毛泽东竟然渐渐视彭德怀 为眼中钉肉中刺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要从头说起 在抗战期间 毛泽东根本不想抗战 毛泽东认为日军侵华 这是中共暗中发展势力的好时机 同时还挖国军抗战的墙角 对此彭德怀有所察觉 感到气愤 彭德怀认为应该积极抗战 而不是躲在西北异域养兵蓄锐 于是彭德怀主导了百团大战重创日军 这使日军出乎意料 没想到中共方面竟然发展到如此规模 对此 毛泽东不但没有赞赏彭德怀 反而大为不悦 因为此举违背毛泽东的直打麻雀战 闷声发展实力的指导思想 尽管这场战斗成为中共日后吹嘘的 稀有的抗战攻击 但还是成了彭德怀被批判的罪状之一 在中共内部 彭德怀个性直爽冲动 算得上是一个敢于直言 较有正义感之人 但是在毛泽东来看 这正是一个危险的人物 但毕竟救过自己 毛泽东对彭德怀还是容忍了 1949年中共建政后 毛泽东让彭德怀担任了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0年10月19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 名为抗美援朝 实则是为了帮助朝鲜侵略韩国 毛泽东觉得彭德怀还是比较放心 而且有战争才能的人 这样彭德怀受命担任了中共志愿军司令员 率领数十万军队入朝鲜 毛泽东的长子毛暗英 以彭德怀基要秘书的身份随同参战 毛泽东是想让毛暗英 在中共司令部杜杜金 同时也是监视彭德怀 可是毛暗英处处乱来 也不尊重彭德怀 除了下象棋 就是与几个人随心所欲 不遵守规定 在到达朝鲜只一个多月的一天 本来美军机来侦查和轰炸时 并没有发现目标 可是毛暗英与几个人 在掩体内做蛋炒饭的炊烟 被美军发现 并投下了炸弹 这下毛暗英就此消失 这对毛泽东来说是心理重创 虽没有直斥彭德怀未尽保护之辙 但毛泽东对彭德怀更加耿耿于怀了 毕竟在中共来说 彭德怀在朝鲜战争中功劳不小 这样回国后 彭德怀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位列朱德之后排在第二位 1958年彭德怀也卷入了中共的整人运动 彭德怀同聂荣臻黄克诚等人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 给利益扣上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 加以批判 彭德怀还骂过周恩来老奸巨华 很多人都惧怕彭德怀 毛泽东渐渐对彭德怀也是感到头痛了 据承认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回忆说 有一次 毛泽东对彭德怀半开玩笑地说 老总 咱们定个协议 我死以后 你别造反行不行 黄克诚说 可惜彭德怀并未因此稍征警惕 不管怎么说 到此为止 毛泽东还是没有想对彭德怀下手 但是 接下来发生的事 这彻底是毛泽东新生恩将仇报的恶恋了 由于1958年毛主导的大跃进 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 很快受到惩罚 暴露出种种问题 1959年 中共高层在风景优美的庐山开会 没曾想毛泽东的好心情 被彭德怀给搅乱了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 质疑毛泽东提出的三面红旗 大跃进 结果毛泽东马上翻脸 把彭德怀打为 彭皇张州反党集团之首 这下功臣立马变成罪人 同时心脏老账一起算 1966年文革开始后 彭德怀又被安上反党抗日 勾结国民党抗日等罪名 更是对彭德怀落井下石了 在毛泽东看来 不管你是谁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彭德怀最后的日子超乎想象 他坚持不认错 1967年7月 人民日报号召革命派 痛打落水狗 7月19日 正在家中写自传的彭德怀 被通知开会 到了北京航空学院 没曾想这是他被挂牌批斗的开始 之后更是遭受了肆意凝辱 功臣离开被反减双手 遭公开批斗 成了三反分子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 彭德怀在北京被囚禁的八年里 红卫兵轮番批斗 专案组反复审查 他一直没有认错 他一直高喊 庐山会议我没有错 渐渐的 彭德怀的处境每况愈下 彭德怀罹患癌症晚期 最后两个月的情形更是悲惨 当时见证人之一的杨汉勤 于1966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 现广州中山大学医疗系 先后在武汉 北京及广州等地医院工作40余年 还曾负责中共军阵各级领导人的 具体医疗保健工作多年 他写文章回忆到 当年罹患癌症晚期的彭德怀 被毛泽东安排在北京军医总院 301医院南楼14病室接受治疗 中央专案组将彭德怀编为145号 当时的彭德怀身上常常穿的是一套破旧的黑棉袄 黑棉裤 脚穿棉布鞋 连袜子也没有 脚趾从鞋前沿的破洞里露出来 由于长期失去自由 彭德怀经常面色铁青 呆呆地坐在椅子上 双手插在袖筒里 浑身色色颤抖 看上去很无奈 彭德怀被关在一间 门窗紧闭的十余平方米的病房里 专门有军人昼夜看守着彭德怀 军人被命令靠近床尾助力着 不说话 只是面无表情地紧盯着彭德怀 一个班的战士一天24小时 三班轮换的近距驴看着他 彭德怀被严格看管 如同与世隔绝 他想写字不给笔 想听广播没有收音机 屋内冷清死急 外界的情况他一无所知 看守彭德怀的医生 也是经常换人的 每当有新来的医生 彭德怀便指着床头病例卡片 强调说 我不叫这个145号 我是庐山上那个彭德怀 没有人敢搭枪 医生查房时 他很少诉说身体状况 总是怒不可遏 滔滔不绝地 说与病情无关的事情 医护人员被规定不许回答 不许外传 彭德怀也时常大吼 我要憋死了 我不在这里坐以待毙 快放我出去吧 我要见毛泽东 不然你们也把我拉出去 枪掘好了 士兵只是冲他摇摇头 显得无能为力 彭德怀手术后一年零五个月时 癌症已扩散到肩部 肺部及脑部 受尽病痛折磨 周身疼痛难忍时 彭德怀常用牙咬破被子 床单扔在地上 彭德怀被折磨得 如同精神病或疯子一样 1974年元旦 彭德怀躺在床上 自言自语地说 1973年过去了 1974年来到了 又过去了一年 这是最后一个年了 他预感到1974年 将是他生命的终点 出于对彭德怀的同情 在医生的要求下 病房窗口上 糊的报纸撕下来一半 这样彭德怀可以看到阳光了 后来 经医生要求 准许彭德怀晒太阳 但必须在指定的时间 指定的阳台 进出还要回避其他病人 总之任何人不许与彭德怀说话 当时 十四病室是301医院的高干病房 有几位老将军在这里住院 后来他们发现了 五号这间被严密封锁的病室里 住的是彭德怀 他们的心被强烈地刺激了 几人私下议论 彭德怀就在这里 他怎么样了 能不能去看看他 有的人在他去阳台晒太阳时 偷偷从楼下张望 想看看彭德怀怎样了 后来彭德怀身体出现剧痛 1974年2月 彭德怀的右手 右肩和手术过的刀口疼 他被剧烈的疼痛折磨得大汗淋漓 在床上翻腾 彭德怀拒绝输液 把针拔掉 狂喊着 我不用毛泽东的药 给他喂食物 他打落在地 喊着 我不吃毛泽东的饭 彭德怀病危 他的妻子不敢去看望 怕受千年 9月16日以后 彭德怀失去了痛觉 进入深度昏迷状态 1974年11月29日 彭德怀的脸上 突然出现了一阵红韵 随之鼻口出血 呼吸停止 12月17日 彭德怀的遗体火化 骨灰存放在一个用 出木板定成 未上油漆的盒子里 上面贴了一张纸条 写着 王川南三个字 这情形与刘少奇死时的情况 很相似 中共元帅彭德怀被迫害 经历了15年的批斗 8年与世隔绝的囚禁 审查 羞辱 折磨 历史证明 中共体制与政权 如同魔窟 鬼门关 谁都可能成为他的牺牲品 在这个鬼门关里 冤死鬼很多 从中共国家主席 元帅到平民百姓 也都不能倖免于 被打倒和消声 好 关于当发现秘密房间里 竟是彭德怀 几位老将军震惊了 彭德怀最后的日子超乎想象 毛泽东要除掉彭德怀的 几个原因的话题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支持 以上是今天的中国内幕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